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次呢,把总论的整个讨论完了 整个总论部分啊,归纳一下 我还是强调三个日一类的终点问题 一个是方济、治法的关系 包括什么是方济 什么是方济学 这虚言里的 方济和治法的关系 这个,第二个呢 常用治法 常用治法 以一门八法为代表的 第三个重点方面是 方济组成的基本结构 因为作为方济的配偶技巧方面的问题呢 这是目前这本教材里的新增加的 我们把它看作二类内容 二类内容 这个,下面我们讨论各论 各论呢 为了学习各论方便 把各论的各个项目 本教材和原有教材的一些区别 改良的方面 简要提一下 这个,我们全书目各论十九章 从分类来说 和前几般的基础上 每一版都稍作了一些修改 变化不大 这个 从组成呢 里面一般都造入了原书的用量 也有参考用量 这参考用量 是仅做参考 因为编委会的 有十三位老师组成 来自我们东南西北呢 很多省 各地拥有学习这些呢 有一定差别 虽然我们有细处的调整呢 但是 大家在各个地方工作的话 都有当地的具体的情况 要因人因食因地制宜的 使用这个用量 服用方法 都用了 都造入了原书的服法 当然括弧里面有参考的 现代用法 现代用法 这个用法部分呢 一些讲解是重点的一些方计 特别这些用法 影响疗效的 要指出来 学习时候呢 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用法 我们前面讲到了 如果 不是正确使用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疗效 影响到整个方 功效发挥的方向 公用 每方的公用 反映了他的制法 反映了他的制法 要求尽可能地把这个功用呢 落到实处 成为一种具体制法 但由于每一张方 它都是一个 针对的 证啊 它是一类证 虽然具体 不是针对的具体一个病人 所以还是带有一定的概括性 还是带有一定的概括性 所以在 后面的 临床加减方面呢 它还有 实际上也制法上 还会有一定的调整 这个 组织部分 这时的 变动呢 主要在 两个 第一个呢 很多元素组织 如果比较能够 概括这个方组织的话 那不能完全造入 原文 要把原文呢 适当组织 适当组织 比较规范 比较规范 因为这是方济学 还不是学的 古代某一个经典著作原著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呢 方济学 要立足于 从这个方产生以后 包括后世的运用 有很多组织后世发展了 所以呢 要结合这类 它并不局限于 元素的运用 这个 在讲到具体方济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所以尽可能避免了 元素一句话 就是这个上面 组织 这样区别于一些 特别是 《伤寒论经过要留》 《温宾调》这些 区别于经典著作的学习 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你比如 他们这里搞这个班来说呢 包括八门课 首先四大经典 那四大经典它就 作为独立课程 它都是一古代的一部书 或者这些为基础 然后四大基础 那四大基础 里面内容你完全跟这个四大经典的 重复 那就把它局限于某一个时代了 并不是这个方在整个历史发展当中 运用的一种规律 这是组织方面 要说明的 作为方解方面呢 要包括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 简要的并积分析 简要的并积分析 同时归纳制法 归纳出制法 然后展开方解 基本结构分析 均称左使 基本结构分析 在基本结构分析过程当中 是当指出 配物的常用组合 配物的常用组合 就带有配物技巧的这个含义 带有配物技巧的含义 由于这个呢 是过去没有很强调的 这是很多方都增加了一些这个内容 但是出目的 当然今后还有待完善 有待这个文献整理啊 临床归纳了 自己当然继续的完善 在这个基础上 总结配物特点 多数方计呢 需要总结配物特点 那谈到这个配物特点呢 我要多解释两句 配物特点是以什么规律来解释的 由什么规律来组织这个特点 开始学习大家有时候 从500也有配物特点了 方比较少 有几十个方 比较少 比较少 二三十个 600多一点 这个教程呢 可以说大多数方都总结了一些配物特点 配物特点呢 所谓配物特点 一发统方是 制法特点 制法指导下 我配物主方一个特点 那就是说 这个 它有归纳的 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配物特点呢 它是强调这个方 它是 双法或者多法并用 这个含义 就提示你这方构成 从制法角度上来讲 它是 制法涉及到哪几个方面 是构成这个方的一种 基本内涵 这个第二个形式呢 是指的 这个方 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 制法指导下构成的 但其中也是 是以哪个为主的 这强调哪个为主的 标本兼顾以治标为主 比如说 上下同志以治上为主 清上卸下 以卸待亲 那是以哪个方面 这个为主的 第三类归纳方法呢 那是强调的 以某个制法为主 同时呢 为避免产生 副作用 或者药物的偏性太过呢 用什么方法来制约它的 能够达到呢 这个正效 减读的作用 你比如说 扶证 不练邪 去邪 不伤证 自而不逆 这个 不而不自 等等 就归纳这个方啊 从知法角度上 这样几种类型 那从 依法捅方角度呢 你把握了这个特点 那开这个处方啊 用这个处方 要注意这些方面 所谓配物特点归纳 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归纳的 因为当时这个伍板 开始提到配物特点以后呢 包括教餐 包括很多数据 配物特点究竟哪里 指的什么 大家把很多历来 总结配物特点的这些语言 把它归纳一下 就分成三类 分成三类 这是这个配物特点 一般的配物特点之后呢 有类方比较 功效组织 相似的 相似的 或者有些有联系的 这方机啊 之间一个比较 概括性比较 一般这个比较都是自发 或者呢 自发包括公用了 就是公用了 公用组织 用药特点方面这个比较 一般要求简练的一个比较 这是整个这个方解部分 特别一类重点方 很多呢 要保 要保证 有含有这些部分 这个方解 后面运用 临床运用的话呢 这个包含 一般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强调 辩证要点 要标明方机的性质 不同性质 不同性质的方 学习方法 学习意义是不同的 所以般都是 本方是属于 一气健脾的基础方 或者有的呢 你本方属于 一气生陷 一气生陷法的代表方 又是临床治疗 脾虚期限症的常用方 那它一个方可有两种性质 即是代表 代表干温除热法 代表一气生陷法 这种与动员学术思想的 一种代表方 它又是治疗 什么证的一个常用方 基础方 常用方 代表方 这个性质就写在 这个运用的第一条 里边 后面紧急是辩证的要点 这个 当然体义法上 有时候辩证要点 政治要点 要说多说的 但是运用这个方 基本的根据 是它的正的基本根据 用方 体权法 是针对这个正来的 我一时觉得 政治要点 我们写出来的 主要还是正 主要还是辩证当中的 基本依据辩证要点 那有时候 大家说这个辩证要点 是怎么构成的呢 你乱写几个症状的构成 一个症状会有很多 组织 你凭什么来选择的呢 标准的辩证要点 应当有两部分组成 应当有主症 和左症构成 主症 我前面解释过了 反应基本病级的 你说 马上我们要讲的麻煌汤 武汉仲 发了清 武汉 主症 所谓左症 左 左症是参考 校正的依据 参考依据 我们经常忘忘 且到按标准 是最后才摸脉了 切放在后头 临床并不是 不须病家开口 辩知病情根源 一摸脉就知道了 那不是这样的 那舌相脉想 它是一种 参考校正的依据 四症和参 它不是唯一的依据 所以辩证要点 都主症加左症 一般构成 落实到具体病人身上 它可以在 各种监证方面 有所不同 所以辩证要点 也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 但是整个我们教材里边 因为大家稿 时间也紧 可能呢 一些辩证要点 它并不完全符合 这种标准和规律 大多数是按照这个 这个要求 这第二部分是随证加减 我们用常用加减 常用加减 我前面解释过了 这个是在 比如我们马上讲到截表记 外感风寒证 病机发展主要方向 你停留着外感风寒 表示证 或者现在是 整个新闻截表 那外感风寒 这类证啊 它动态的发展变化 主要向哪几个方面去 这个来加减 像这类加减 你不能什么 睡不着觉加什么了 吃不下饭加什么 那隔得太远了 不是说常见的发展方向 围绕哪几个方面 随证加减是这样的含义 这个也是基本上 做了一些要求 要求这个 边我会同意是 你不要离开这个方 它的基本病机 基本制法 可能 基本病机 可能发展的方面 我基本制法基础上 需要经常考虑到的一些方面 不在于你要很多 但也有些把元素加减都超 这个也有 但是也选择它 元素里就是说 这个基本病机 基本制法下呢 应该考虑到的 常见的方面 在我们讨论当中 这个不是作为重点 作为一些提示 为什么学科还一个分工 在我们的整个教材 编写呢 和各本基础课和临床课 因为中医方济学很麻烦 涉及到临床各科 跟他们要协调 你把这类家间 讲得很细都讲掉了 到他那讲什么 你看那科学上面 用什么方法 他要具体加钱 我们是基础课 虽然是桥梁 毕竟是大基础 跟参考书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作为这个 重点提示内容 但这个部分呢 老师教学有时候 还结合自己的一种体会 不能固定要求的 各个地区不同 老师是临床经验不同 可以结合起来 第三个是现代应用 作为参考 现代应用是无法写完的 只能抓主要的 只能抓主要的 因为现在是以西医病名 我们是终于辩证 以病名为主 异病同志 这个症可以发生在很多病当中 很多病当中 或者很多病的不同 特定阶段了 这是 现在用 最为一个使用注意 使用注意呢 没有一定标准模式 有的就和元素提到的注意 有的呢 目前现在的一些认识 也是作为参考 作为参考 整个的 主要的这个内容 证文是这些 后面有负方 负方 全是 整个我们方机量 182个正方 180个负方 指导思想是减少正方 减少正方 有一些作为负方 这个主要是学习啊 针对基本病基的 基本治法 以及呢 基础方 常用方 代表方 这个配套用 学习 请要主方的规律 因为方是 学不完的 这个 当后面为了参考 教材呢 附录里边 也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都把元素组织列上 为了 前面的组织 不是以元素组织 原文作为组织了 那原文在后面呢 可以供同学参考 下面选了主要方论 由于篇幅问题 所以一般选了一条 顶多两条 附录第三第四部分 是现代的研究 银床报道和实验研究 所以 这个 从 制数限制来说呢 所以选择量 都限定了 这个 大致后面的 各论的 是这个状况 每一张开始有个概述 每一张的概述 是这样处理的 比如说大法 随道 一门八法的大法 现在讲到截表纪 相当于汉法 那编写的教材的这个 主要内容呢 它也是按照 定义啊 按照 常用的 使用的病症啊 分类啊 使用注意啊 四个方面 前面不是我们讲八法时 按照四个方面吗 它还是按照 这四个方面来的 所以 涉及到 这个 汉法 下法 合法 问清消补 这些大法 那它是 在讲 各论 每一张概述时候呢 参考前面的结合 所以前面讲 你看那个制法时候 八法 每一个法才多少横置 是并不多 它结合后面这个帽子 这样呢 便于教学上时间的 控制 避免内容重复 所以讲到 后面讲汉法 概述就不讲了 因为前面讲到 那四点 基本在 法里面讲了 这个 每一张都有概述 每一张概述 主要反映了 每一节 这个概述 反映了这一节 针对的 并级特点 主要特点 代表方级 那个比较简单一点 每张后面 符有小节 提示式的 提示式的 说明一下 这个方 主要一些方级的 共用组织特点 最后 符有一点 复习题 符有一点 复习题 大概各论子 这样的状况 各论学习呢 每个方 开始要提示 它的几类方 教育大 刚刚安排 为几类方 一类方级 120张 原来 知道国家课程 基本要求 每门课 都对国家 课程基本要求 100张 是共同的 有20张 是各地 这个一类方 可以调整 根据地区不同 这也可以调整 二类方 三十张 加起来就150 其余的是三类方 一类方 重点讲授 二类方呢 有一部分 教育大纲 打三角的 那必须背诵的 一部分 不打三角的 就暂时 不用背方的 三类方 多属于自学内容 多属于自学内容 他这样安排的 所以大致在 各论课开始之前 因为各论很重要 是个大头 我们先解释 要现在教材 和运用的一个情况 下面呢 我们讨论 各论第一章 截表记 中医 今天把疾病分为 两类 外感的一伤 外感病的一大类的 制法和代表性方计 所以这是一个大章 很重要的 截表记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 新温截表 适合于外感风寒症为主的 第二类呢 新凉截表 第三类 福症截表 分别适合于 针对啊 外感风热 温冰初期类的 以及呢 体虚外感 这我们第一节 讨论新温截表 新温截表 针对外感风寒症 那这种外感风寒症的 基本表现 物寒发热 物寒偏重 这是共性了 可有汉或无汉 根据表须表实的情况不同 卖呢 浮卖 实呢 是泰盘不白 因为在表证阶段 没有涉及到 整体的气化 没有涉及到整体的气化 没影响到 整体性的气血变化 一般实质是太不便的 这是外感风寒症的共性 那外感风寒症 它主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也就是涉及到 它一种坚症的 出现的一种方面 哪些方面 那风寒外感以后啊 由于受到寒血 首先育额体表的阳气 典型的风寒都是这样 育额体表阳气 造成胃阳被育额 那寒心受与凝脂呢 导致盈盈啊 因为血中之惊气 盈盈盈致 那就经脉不通 不通则痛 所以第一个 从病激发展来说 胃阳被额阳阴智之后 引起的疼痛 这个方面 是外感风寒 里常见的 病激发展的一个 可能性 第二个呢 外感风寒以后 外血术表啊 肺胃 受当其冲 造成呢 肺气不能宣发 以致引起肺气的 肆育宣降 导致以轻之咳嗽 重的基传 为主要表现的 这种风寒引起 肺色宣降症 这是第二种 可能的发展方向 第三个呢 由于外血要入理 入理过程 血震都能化热 形成外寒内热症 这又是一类 这常见的 我们下面呢 麻荒汤这里开个头 麻荒汤这个方啊 很多方技学教材 也好参考书也好 都放在第一个 为什么放在第一个 有很多方技 首先要了解 学正常方的目的是什么 说它这个基础方 同时呢 它有学习的另外一些 特定的意义 所以我们很多方 有的要标出来 它这个学习的典型性意义 它处在商汉论 学习麻荒汤 典型性意义有两个 一个方面呢 历来把这个方 叫做商汉证据 古人啊 说它商汉证据 商汉是外感风寒了 提到商汉 是指的风寒中间 重与寒 车重与寒写 证据两个字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典型 那就是说外感风寒 最典型的 商汉最典型的 基础兵器 最代表性的 古人没有这种什么 代表性啊 或者典型性啊 这个名词 它叫证据 证据就是最标准的 你知常才能达便 你掌握了最最标准的 以它为参照 就能学习一系列的 具体的外感风寒的 制法和方济 就是商汉证据的含义 第二个呢 人们常把这个方法 当做一个第一章方来学 还有一个就是 它在我们方济的 君臣佐世基本结构体 线上最标准 四个要 非常标准 所以基础方济的 一种典型结构 你前面总论刚学了 君臣佐世这些 到这儿啊 又看看 一个最标准的 基本结构 所以学习一个方 那学生要知道 这个方学习一些 典型心意义在那里 这是一开始 对麻方浪了解 这个情况 那每个方学习呢 我们不是按照 组成功效组织 这样下来了 往往呢 先讨论并级分析 因为跟上面学习的 中肌中症啊 里边的这个 中育证断学嘛 整是整 断是辩证 跟辩证普着并级 这个知识 利用这个原有医学知识 基础知识 推理量下来 所以学习方济 当然也不是这种模型 有几种模型 那我们后面讲到具体方 有的先从要开始 有的呢 先从并级分析开始 最典型 可以从并级分析开始 外感风寒 表实证 张中景称之为 太阳伤寒 太阳是表 伤寒 以寒为主 那就看 这个并级分析围绕着 并级这种推理过程 寒写中用体表以后 会发生哪些情况 那体表来讲 人体还是有正气 正气是以淫位作为代表的 整个人体呢 说它为气血而已 为阴阳而已 概括性讲正气的话 体表的气血呢 称之为淫位 所以提到淫位 实际上是 世界体表的 还没有世界整体气血的变化 淫位是气血的浅层啊 位之后方言气 淫之后方言血嘛 那你看 那你看卫阳 在寒邪作用下 寒形收益凝制时的 卫阳被额 被预额 那就 为其温序体表能力减弱了 就会误寒 由于是寒邪 伤及阳气的程度重 所以误寒重 外来封寒 体表正气相争 协正相争 会有发热 发热的脚轻 所以误寒重发热轻 是外感封寒基本特征 寒形收益凝制导致了 这个卫阳之气啊 撕开河 他温风肉肥臭里撕开河 撕开河的作用呢 障碍了 因为寒心收益凝制 它合而不开 本能通过 它出汗来调节体温 所以造成无汗 是个外感封寒 表实的基本特点 协正斗争于表 出现浮脉这个共性 浮脉 那这是为其在受到 寒解作用下的一些表现 它产生的主证 这里武汉发热武汉主证 那银呢 提表着银味了 银音色受到寒血作用下呢 因为血中之精气 银行脉踪 寒心受益凝制 使得它运行不畅到不通 不通之痛 造成头身疼痛 所以风寒寒越重 疼痛越厉害 所以内经书寒阻痛 头身疼痛 由于盈盈欲致 卖道反应紧急 所以出现紧脉 这样合起来卖车人 卖辅警 废气不宣 是由于外邪输表 废障宣发 阳气已经输不到体表的道路 被障碍 它又说宣导 这是降而上溢 造成可传 这是外感风寒 表示这典型的方计 麻黄汤 它的症 麻黄汤症的具体表现 和病激分析中间推理过程 当然这里有时临床要注意了 就是说 特别外感风寒内的 更突出 就是说肺气上你 往往引起胃气上你 我们后面讲到贵子汤症 也有肺位不合以后 干藕 对吧 为气上你 麻黄汤症也应该有 上汉论说 太阳伤寒 会发热 后卫发热 毕含体痛 藕腻 卖阴阳俱警者 明月伤寒 太阳兵 它伤寒的定义 会发热 后卫发热 毕含体痛 偶腻 偶腻 胃气上你 有些学生说 为什么胃气上你 就是肺为主 胃和肺经络相连 所以太阳肺经 它是粗语肺 首先在环胸胃口下落大肠 对吧 肺和大肠相表里 中间有个环胸胃口 而且肺气上你 经常引起胃 胃气上你 胃气上你 也可以引起肺气上你 这个 现在是生活中间 也很好理解的 你看 欧吐的病人 胃气上你 吐完了 不吐了 还在喘气呢 肺气还在上你 肺气上你的病人 你看那些 老年性半性 自己管人 客船很厉害发作的时候 咔咔咔咳 连续咔 什么时候结束 往往以肝嚎几声而告终 都会肺气上你 即胃气上你 所以虽然麻黄汤 正的病机里 没写到的 贵气汤都写到的 但是作为太阳上寒 往往可以 兼有胃气不合 胃气上你的 这一特点 这就是整个的 风寒 表示症 麻黄汤症的一个 病机分析 病机分析 那我们作为 公用制法来说 整个这个方法善风寒为主的 法善风寒 宣将废弃 这是两大方面作用 宣废频传了 虽然讲宣废频传 它宣将废起 也能频传 也能止咳了 那从药物来说 我们说这个方法一分析 它是最典型的 一种基本结构 带有典型性 这几个药的作用呢 我想我们这里 简要的重复一下 麻黄两个作用 发散风寒 宣废频传 这是风寒常用的 作为麻黄来说 这个 贵痴作为成要有两个含义了 机能解机发表 解机发表和开臭发表不同 我们前面讲到了 开臭强行打开航空 解机松动分肉 透鞋外达 它解机和开臭协同 贵痴和麻黄相须 增强发散节表力量 麻黄还能温经止痛 温经止痛 当然作为基础方 我们临床运用当中呢 家位当中还要考虑到 配偶技巧 这是贵痴的方中 两个作用都符合成要的道理 性人在这里呢 降飞期为主 性人实际上 宣力量也有较小 历来认为降为主 当然五板教材 认为他还能散风寒 而且一散风寒为主 那历代一家也有这样讨论 譬如说 黄氏医术八种黄公秀 他就认为是 性人与善 善表邪为主 但是直到现在 临床运用和大多数一家看法 那还是降力废弃为主 降力废弃为主 这样作为左药来说 你说他有些善也能携成军臣药的话善 他在这里作为左足药来说呢 和麻黄相配 正对吃药兼症 解决吃药兼症这个药物 因为一宣一降 宣将废弃 可以起到止咳频传作用 用甘草作为使药 它主要调和药性 缓和麻贵的俊力自信 缓和麻贵的俊力自信 避免汉症太过 所以这个方译分析呢 我们前面总论举了一些例子了 所以这个简要的分析下 四个要的构成了一个发散风寒 宣费频传的一种基本方式了 那其中呢 它有一些本方注意的基本配务组合 和他们的特点 麻贵相须 麻相的宣将 这是个主要的 因为这个呢 从中药学到大家这方面比较了解 就不多分析了 比如我们这里提到的一些随证加减 都是指的围绕着这种病基 基本病基 可能车重的方面 可能车重发展到影响到的方面 既然是这个废弃不宣 那就可能在这个涉及到 病程过去有没有基础 废弃不宣的程度 虽然喘结痰多 表证较轻 那这种情况呢 涉及到那两个副方 那表证较轻 不需要贵支协助麻黄法案 增加 化痰 降膩 化痰降膩 平喘 止咳之类作用就可以 所以像去贵支加梳子办下 这个是好理解了 鼻射流涕重视常见的 肺气不和 肺气不和 肺气不利 鼻尾肺之外 翘了 鼻射流涕加 昌耳 心仪 宣通鼻翘 宣通鼻翘 是指的 临床可能 在这种肺气不宣情况下 外有风环引起 肺气不宣情况下 常见的肩 出现的肩症 那加湿的情况怎么办 实际上在重景这个时代 当然没有在京元时代强调加湿 但重景已经用 像麻黄加猪汤这一类 对吧 麻黄汤后面第一个副方 麻黄加猪汤 那现在临床用于小儿生 研制用的很多的 考虑到加湿了 所以从加湿方面来看 表现出来呢 那作为外感风寒 这是主要病性 沃寒发了主证 这个基础上 自己酸痛了 就跟疼痛描述不同 就加湿 加湿呢 加昌猪以人这类 但昌猪和白猪使用 麻黄加湿它 表证强调的 不明显 有表证 但是昌猪发散力量强 对截表方面来说 坚固的更好 又可以造湿 又可以截表 那造湿 立湿结合 昌猪以人结合 这种对于外感风寒 加湿 在疼痛方面 反映出酸痛的 这个常用 那外寒可能 入里化热 如果有开始 入里化热的 这种过程的话 反映出来 很多之心烦 口干 这个是里热 最早发生 里热最早发生 有几种情况 一个心烦 一个口渴 一个口苦咽干 这类的经常发生 那这类情况 哪怕你不是 所以病态 比如夏天 炎热的时候 正常人也可能 会出现 里热最早出现 从这个方面 逐渐程度加重 整个涉到西风 最后到雪风 所以这些反映出来的 都是一种 外邪可能入里化 抽期状况 这类的加减方式 所以一个加减 要主要强调 这个基本症候情况下 可能影响到 最多影响到的 一些方面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时间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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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